没玩过越南服的朋友都知道 越南服的觉醒自然有多离谱 你看这是咱们国服觉醒动魂 一圈技能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然后你再来看人家越南服觉醒的动魂 他直接开启魂环模式 你敢信 并且他的魂环还可以打太极了 就连赵怀真剑都直呼内行 虽然对面也都是觉醒英雄 但在动魂面前那都是小弟弟 如果江子牙再把动魂封到100级 那我甚至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 你再来看看这个马可 在国服他的三排技能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但是在人家越南服 三排刷个锤子 直接给他来个扇形好吧 另外他的大招更是厉害 在你放了之后 人家就会自动进入你的大招圈子 根本不需要考虑会不会空大 但相比于米莱迪而言 他俩的技能虽然华丽 但是不够快 你看米莱迪 直接无限召唤机器人 开局三分钟不到 就把你的高地给整没了 不得不说 人家的觉醒技能是真的醒了呀 每个英雄不是增强 就是超级加强 甚至有些英雄技能都变了 就比如说咱们的猴哥 为了贴合援助 他们直接给猴哥拿了一波技能大换血 一技能由原来的护盾变成分身术 而分身术在国府已经绝版了呀 一些女玩家看到后都纷纷爱上了我们的猴哥 都要表示要去玩粮吧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姜子牙 那一首封神技能真的是就把你封神了哟 直接让你秒变百级好吧 还有诸葛亮的万剑归宗等等 几乎每个英雄的每个皮肤 都是一个全新的英雄 就比如说你玩猪哥 换个皮肤玩都会有不同的体验 我是真服了他们的脑洞了啊 就上次我们还被一个百级寒性 把水晶刀给偷了出去 你敢先 哎哟抹吧 鸣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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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吉尼